好来看看这谁又该负责呢 逛个卖场竟然变成口角冲突 这名徐先生跟我们投诉说 他跟太太到戏举这间卖场 才刚刚进停车场 那么另外有一名男子 就要从另外一侧插队进来停车 徐先生他不肯让路 双方就起了口角之后离开 没想到这名男子 后来是一路跟着他 最后引爆了肢体冲突 徐太太甚至被推倒在地 受伤过着 你有看到我推他 有 我有看到 好 你有看到 对 好 OK 你确实有看到 对 那我现在告你们误告 一场行车纠纷双方爆发冲突 60多岁的孙小姐在推挤中备 推倒在地 你要认识我自己 没车条的 别人撑 你如果没车条别人扛车 我一告你到到底的 看着对方录影男子也拿出手机拼命拍 口中更不断念念有词 这次纠纷其余双方进卖场停车场的这一刻 到了里面以后 要抽卡进去 要抽卡进去的时候 他下车他讲说 为什么我没有让他先进去 然后我用台语回来 不然你是要安装 然后他就骂三字金了 然后车子我们就进到里面要停车 堵在我 我车子要倒给另外一步过 他堵在我的前面不让我走 双方汇车时就是这么一句 不然是要怎样 对方男子一路尾随挡在徐先生车子前面 爆发口叫更造成了推起冲突 阻止我先生不希望他们两个男生有动出的行为 那我就下车就是跟那个先生说 那我们不到卖场了 我们要离开了 我们算了 我们不跟你有争执 可能那男的就跟我先生说 你不是很大条吗 那来啊 我们两个来怎样啊 那我是阻挡那个男的 可是那个男的就是要往我先生的方向来 那我挡了他 他就把我推开了 如今事情双方都报警处理了 也验伤了 只是原本开心来逛卖场 却演变成冲突场景 徐先生表示不想计较了 但看着太太为了护他而受伤骨折 心情难言格外心疼 这欧京府李湘影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